剛剛朋友發了一個訊息給我 關於一個組織叫做執夜 他會定期在不同的地方舉行二手衣物交換活動 我怎樣可以用自己的舊衣服去換別人的舊衣服呢? 我都執了一袋 希望接下來可以參加藍豐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而整個流程大概就是這樣的 你將自己的二手衣服、褲、袋子和一些手式飾品 拿起一袋去到現場 工作人員都會去篩選 因為如果真的有破損或太舊的衣服 他們會不收就要你即場拿走 他們檢查了覺得OK之後 便會給你一個執夜袋 你就可以在現場的二手物品裡隨便收拾 收拾到滿一袋 拿走就可以了 而今次在藍豐沙廠的執夜活動 還要是費用全面的 我見他們之前有在其他地方搞過 但也要收費 但收費我也覺得合理 因為他們需要工作人員 說了這麼久 我們現在去看看現場的實況吧 拿著一袋衣服和食物出發 我們現在就要去荃灣的沙廠 今天就是收拾東西的日子 但我出片的時候 應該已經結束了這個活動 所以我就不是介紹活動 而是介紹這個機構 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他們是怎樣運作的 首先入場就把你的新或者二手衣服 給他們的職員檢查一下 如果有爛或太夠的 他們就不收 就要你拿走 入場呢 他會在手上吸收拾東西的印 他會給你一個收拾東西的 就是IKEA的尺寸 其實你不帶二手衣服 他都會給你的 就可以在現場收拾滿這個包子 走 其實我這次主要來捐衣服的 很開心 看到我的裙子有人要了 我結婚的時候 頭髮都被人拿了 反正我就不太看得對 給我找到一條 簡直是新的裙子 這裏的感覺都蠻好的 因為我看著大家 撿東西袋都會找到少少收穫 但是來之前就不要太大 期望了 因為衣服都偏舊的 可能衣服都會起了毛粒 還有人們真的穿得不想穿 不是穿了兩次 不適合穿那種 比較多是真的偏舊的衣服 但是我覺得這個活動 是非常之有意義的 這個也是一個很特別的體驗 可能這一秒鐘 你看到的衣服 全部都不適合 但是因為它不斷清走 不斷上架 所以你還沒走那間鋪鐵 衣服是不停地換的 你會按程序 慢慢地分出來 分散了 這一分鐘你想走 但下一分鐘又不想走 本身想著什麼都拿不到了 因為都不適合 誰知道被我看到這條全新的裙子 還有被我看到這個九成新的袋子 值得支持 大家都可以去他們Facebook 叫做收拾東西 可以追蹤他們 看看他們下次在哪裡再搞活動 我覺得可以體驗一下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Like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Bye Bye